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股是有反应 但是一下就又撒下来 表示筹码相当的不稳定 这叫做喜千苦恶 这里上下打底 只要能够稳住不要暴跌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想说这里要挥上天不可能 这个个股当然表现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就K线图 昨天的一根长黑K线 这根长黑K线出现在底部 这个有沙盘捷径的味道 所以今天美股大涨 我们开高震荡就是洗盘 你不能去抢高 等到回来要买都可以买 就是沙盘捷径硬量万蓝 那么今天假如说现在来看 当然目前要跌破13466是不太可能的 昨天13466嘛 今天这个跌到13466昨天的低点 有类似一个拇指内线 但是还不完全是拇指内线 很类似 那表示怎么样 明天一定要开高走高 你不能再下去 再下去 这当然外资还是直系会卖 因为昨天的沙盘来自于很多方面 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利空 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沙盘的一个现象 但是最主要一个利空就是外汇管制 央行甚至杨金龙讲说要外汇管制 这个是不能弄的 你怎么可以走回头路呢 35年来 你已经解研了35年以来 你怎么可以走回头路呢 你在管制这不行 除非你有产生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的产生在台湾应该是不可能的 我们外汇存体也够 我们的外债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台湾产生金融风暴的激励 几乎是零 因为你想看 很多银行骨已经先行表现出来了 2881 你看 它这些很弱 2882 这是存股主的最爱 这是存股主的最爱 对不对 依然很弱势 不是升息吗 这里应该到什么 就是易道的老单互惠的疫情的问题 那这里你也不用太悲观 你看本来我是比较不看好的电子股 可是发掘电子股的旺季却是来临了 所以我也选择比较好的电子股 像你看加敦 拉回找买点 好股就是好股 它就是不太会跌3680 这表示什么 大股东做多 那大股东做多 他就不会乱跑 他不会跑来跑去 你看我从209做到现在 我剩下二分之一 回来我都要买 这种股票就是 头信买一脱拉股 就跑不掉 那做这样就可以结束吗 不可能 我这个整个整本加敦 从209块到现在 这个整本的操作时 我低买高卖低买高卖 沿路的坐上来 像我3017也是一样 这也是我沿途做上来的股票 我从去年 从今年1月28日做上来 我现在目前已经卖完了 要等到下来 要再来买 要再来买 有些股票是不能乱买的 那像我现在持股控制 差不多 一个族群大概两档 更多三档 那两档像比如说华欣 这种股票就是好股票 我昨天被杀下来 我还赔钱 十足细报 1605 今天上去了 对不对 我买39.65 那一天还供到41块 快要41块多 昨天还41块多 对不对 那我没有跑 没有跑就细报 我这边买的 我估计它会上去才买的 买未来 他还买一家煤矿 17%的煤矿的产钱 那他基本上相当看好未来 我记得我以前做过滑行科 那时候也是二三十块 三四十块那边滚很久 滚到最后滑行 你看滑行科 后来涨到三百多块 那股票就是看未来 我买的我也没有跑 当然我那一天是可以跑 41块多是可以跑 我没有跑 这是一样的细报 今天还好了 今天还好了 基本上现在能够买这种股票 昨天大跌还不会赔得 相对的少 我买一档精英 2331 这是大同公司的精英 2331 这档股票 我也买这档股票 这昨天买的 前天也有买 看这档股票你看 这是还是不错 为什么 它多头排列 它多头排列就安全一点 对不对 都比较安全一点 都比较安全一点 像这个将来都有机会 为什么 它叫做转机 一个股票二十几块 叫做转机 赚0.93 上半年 净值19.592 那么大同里面 最有机会就是它 钟伊文 这是鸿海集团里面出来的 副总出来的 他在改造 所谓的精英的改造 以前是蒋东进 蒋东进是香港人 蒋东进很厉害 很喜欢做股票 很喜欢做股票 蒋东进以前 我们看这一档股票 你要看未来 未来好 你就把它买着晃着 它现行会告诉你答案 这档股票很少 有这么样的表现 这就是表示什么 拉了这里 就是什么 主力进去了嘛 没有跑 没有跑到这边整理 整理完将来 还要再走一波 还要走一大波 这种就是 我们要看未来的股票 股票一定要看未来 这种套会有限 但是大赚的机会 有机会 因为大同啊 现在积极地在改造 很多东西它在改造 改造它的内容 尤其精英啊 它要将石头变成钻石 它有一个叫精强 将来会捕倒上市柜 把好的东西都结不结 结起在那边 所以股票是这样 看未来 你买的股票 你看它的现行 这么大盘这么跌 昨天跌就是买点 下来就是买点 这种买起来都很安全 买起来安全性很高 这个 再来就是像今天这个盘 我有 这几天我老早就有 再注意这一档3289 这一档也股票是好股票 这今天我也下去买 今天我也下去买3289 这个 这个是我们公司研究部 特别出来的出这一档股票 告诉我们这一档股票相当的好 我的研究部就出来 老师这一档可以买 我们下去买 今天就VIP下去买 台办也是出研究报告525 也是很好 这也是好股票台办 这也是好股票 下来都可以注意的股票 他做的这个花光二极体相当好 股票不怕套牢 你现在买股票 不要想说我要大赚 你现在买股票是在这里 反顾打底的过程里面 里面高卖低阶高卖低阶 这样就可以了 你用这种方法 其实假如政府要互盘 一定要从哪边互盘 你想看他会从哪边互盘 他一定是找一些本益比好的 基本面好的 像这一种二低一高的黄金法则 显出获利稳定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他一定是从这边互盘 譬如说前波段的面板 不是涨一波嘛 对不对 你看他回到原点 你这一波很多人就说 好了去回到原点 那有什么股票都没有涨过 货归三雄 完全没有 他是沿路上面一直趴下来 沿路的趴下来 趴在现在 我去年啊 这里买进到做这一段钻四半 现在在做修正波 它有没有那么坏 没有那么坏 这种股票都是可以注意的 可以注意的 就是一直跌一直跌 没有涨过的 然后再来就是 将来有一个大反弹波 2615也一样 这种股票也是一样 有这种特色 他今天也是小掌 一块一 另外2603 我买 我有 我今天也可以解套 我没有卖 我认为他们兄弟 替翔已经结束了 所以货归三雄 在我心目中 我认为第四季啊 是货运的旺季 货运的旺季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的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股票 那期货的很简单 期货你看 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期货 AI金头脑 操作没完脑 今天期货开盘不久 它就开始做换工的动作 因为与美国股市大涨这样 你一定不敢换工 在你心理上是要做多 是没有做 做多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合理啊 你做多合理啊 但是问题的点位很重要 你点位错误的话 就被修理啊 这种盘很容易去做多 被又空又多 你进去就被刷下来 你去换工机力不高 像我们这样子 你看一大早9点多 你看一大早就开始有换工的 8点49分 就告诉你这里要做空了 然后就下来 沿路的下来 下来到这边开始换多 现在是做多单 现在是做多单 换多 今天是9月29号 9月29号 换多 换多 在这边开始换多上来 所以现在又换空了 这个都是上下操作 那我们不管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嘛 快要收盘了嘛 你这里去做空也没有必要 多单出场就好了 不流仓 大原则不流仓 这个盘还是会 我认为说 这个是在上下洗盘 上下洗盘的目的 就要洗清乎合 让一些追缴的出场 同时会几次的捡下来 然后外资 今天看233年就知道 外资还是在卖 外资也还在卖 这不在插 外资翻翻了 你不在管理 即便美国涨成这样 他也不买 他就看台积电就知道了 你们政府就护盘喜欢 护盘台积电了 他就修理台积电 台积电将来也会涨 但是时间还没到 你看台积线基本上 时间还没到 那我们再看这个奇获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 神乎其弃 心如多空链 身随四十转 每天都有多有空 你假如前波段说 这个一直空 没话讲 这里你一直讲空也不对了 为什么每次都是先空再多 因为国安基金有进场的关系 所以你假如看到开高你就空他 下来补回补 还手做托上机再给他 他国安基金他不会拉台 他只会护盘而已 所以心如多空链 身随四十转 那你要把握一个原则 亚当理论的原则 一定要特停损 你做期货股票都一样 一定要有停损 我交代大家 停损最多是15% 股票也一样 15%到你就停损 10%到你就停损 甚至你还没到 认为这个盘还会下去 就停损出场 停损的目的是保留现金 保留现金越多 你将来机会越多 那亚当理论它就是 间接一种观念 它是一个观念 你知道人家用100万 去买一个观念 在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在现阶段真的是操作 既有高难度 但是买股是要看未来 你看见未来 你买的股票抱着 你就等它 听损也要设好了 不是说完全不设听损 你就等它 将来是有机会的 我认为国安基金 是那么笨吗 那么无三小路用吗 我不认为 然后还有说国安基金不退场 它什么退场啊 你把人家玩半套就要退场 你如果退场 如果没人干净 我们在休息 不然你也不要进场 这个路上的你才要退场 你狗子狗 你很狗子狗嘛 你老百姓八年 就是因为国安基金进场 我在进场买股票呢 我不是说我 我太大的 说安心啊 国安基金进场啦 买股票啊 夭壮你国安基金进场 你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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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走 你国安基金又辅到这里 哦 肖子狗建设了 说你现在要说国安基金退场 你不说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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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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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兩萬 你撩不下去 對不對 當然撩是不好 但是你說這種不完沒了 你給它騙一下 對不對 你說你都沒了 你這麼厲害 不可能 大家不要臭大 這個我們一步一腳印的 好股票我們來買 買上下操作 就這樣子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這個AI金頭腦就有這麼好處 這一分鐘線 你看它開賣 你看8點49分就開始做空 今天來講就空下去 在13650以上空 空下來 你看洪買利麥這裡開始空 對有沒有 開始空 到這邊才正式換多 這邊正式換多 你洪買利麥就這邊正式換多 上來 到這邊又開始換空 你看空 現在又是換空了 現在又空單你看 空單13546 好不好用 今天可以天空再多再空 這樣一概 兩概 三概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外資在做空 沒有辦法 這個叫做神乎其際 心如多空戀 身隨事事算 市場會告訴你答案 你不要自作聰明 你紀錄得多厲害 不用騙 你又厲害 你鬥不過它的趨勢 鬥不過它的短線的變化 唯一的辦法就是亞當理論 解決這個問題 亞當理論是RSI的發明者 他研究了RSI 後來不用了 他就花100萬美金 跟人家買了這個亞當理論 我就是堅決 部位不對 不加碼 不貪貧 每一個單一定先射停損 停力都射好 操作方向不對一定是退出 不要考慮 不要把小損失變成大損失 你今天去搶多單 你沒有退出 你被殺到 這裡的時候你去空多單出場 人家多單進場 你看你有我這個AI鏡頭腦 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指標 一個是下面的鴻埋力賣 兩個指標都一樣 你就做多 兩個指標都不一樣 你就做 看哪一個比較強 這麼簡單 簡單明瞭就是這樣做 好不好做 很好做 所以我這個是根據亞當理論 去設計的 所以這個這麼好用 你期貨遇到困擾 像你昨天跟今天輸的 那你繳費費就夠了 我還送你AI鏡頭腦可以看 對不對 至少你有方向感 你有方向感 你就不會跑錯方向 人家要蓋你把它放空 人家要弄你把它做多 你就把得嘴巴三邊紅 今天就是這個雙八盤了 你不會做的就被把得嘴巴紅了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金錢 來找黃世民就好 你個人老師這麼厲害嗎 大家心裡有所 以其這樣不能我送你一套軟體 你軟體可以看 這套方向 然後再根據我的call信 慢慢做 慢慢學習 學習就會成長嘛 就是如此而已嘛 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股票也一樣 你現階段要買什麼股票 老師 我會不會國安基金會互盤 然後勞退基金會進場 會買什麼股票 一定是上半年賺很多的股票啊 一定是好的股票 他才會互盤啊 他至少說我套勞到 我去配股配息啊 對不對 2D一高的房金化者 本益比低 淨值比低 業績成長 雙位數成長的 選擇獲利穩定價值被低估的股票 像我剛才所講的 以上所講的 很多獲利平穩啊 你被低估啊 股票被低估就是好買點 那有AI鏡頭腦就操作沒完腦 你跑進去AI鏡頭腦以後 你就知道 股票的大方向在哪邊 來 我拿給大家看 這個所謂的技能智能顯標股 長線吊帶以多空操作方向 這個很簡單 你不要亂顯 來 我們就 這個今天好常識股有哪些 它一下就出來了 這個叫做什麼 亞洲常數系 你看它在這邊就喊多了 賺20%了 對不對 統一食品 統一就在去 這長久的 27號叫的 永貫KY 這仁岩谷你看 仁岩谷你看它在這邊所扮演 多頭的角色 賺13%了 你看 再來 這個叫做什麼 千戶精密 9月13號叫進的千戶精密 你看 在這邊叫進 老師你這個轉移真的不錯 你這個K線怎麼跟我的不一樣 因為我用30分鐘 因為30分鐘K線 它會提早告訴你答案 阻力也一樣 阻力的做線 有時候看一小時現在做線 看我這個半個小時就是 能夠讓阻力的這個籌碼 還有那個歸數得到歸數 主力要做線這個就看得出來 它就看得出來 這就是我們軟體的好處 把這個籌碼跟價格 趨勢都看得清清楚楚 用一種最簡單的方法 能夠讓你獲利的方法 那我代進的股票就是 三立三升不亂追股票 代進一定代出 我跟你講我代進一定代出 不會不代出 代進不代出 你們老師都買20-30元國票 這時候如果沒有靠我們這個小書 要靠不代出 美國 北部比美國要去 夭壽 咱們美國大企今天特洞了 今天已經要解套 結果太高作低 夭壽 這什麼原因 就買還沒錢 所以現階段你要準備 加強自己 公益善期是必先利息去 AI鏡頭腦必表最強的神器 你去參加肺炎 那目的就是什麼 我們這麼多股票 撐一波 七月的我們八月的我們這麼衰 這都每天就湯了 湯到水晶麥照 我都有出路 你看 這都這麼強的 包括延泰 潛流 成員 我都有說給你們聽 夾燈哪還有 有 還有一半 這都是我們怎麼算出來 這關聯好的軟體 你不要要什麼 我請問你 你要自己做 你這麼厲害 我跟你說 人是 都不太好 AI鏡頭腦記憶力 可以記兩千多張股票 你有辦法記幾十五票 我們來比嘛 對不對 快 很準 參加會員 這個AI鏡頭腦送給你 你在使用 黃世民在支付傳輸會 這就是你的好朋友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好的東西就是好 你用了就知道 黃世民是送給你用 你參加會員 我這幾天買的股票 敢不給你撈開 買華新敢不給你撈開 買二三三億精英敢不給你撈開 沒有嘛 股票落到這樣 我們也沒了 還有賺 就是要走不走而已 像我長榮 陽明都是有賺 要跑隨時可以跑 對不對 那你們是怎麼樣 你們是套牢 電壓一金頭腦 參加會員 伴手禮送給你 我們祝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要有信心 信心就是你這樣看見未來 未來是美好的 我們祝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謝謝各位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